歡迎光臨 蕭鳳鞋 這次報案說有三名八線的人 在山區居住在那裡要救援 從那派在生機去調查 後才發現說這三人 根本就是自己來投給八線路線 違法規定 一個人也要討論 讓人發 又發不見 空群眾對的救援在生機 到達港路 或是睡在夏倫鋼 做十個三個頂山客載去山客 讓華連蕭鳳鞋的救援人員 送便宜之後已經沒有事情 不過蕭鳳鞋 發現這三個頂山客 是跟八線路線 也之後腳才去撐到的 原來他的規劃路線是在安東山 在行進的過程中改變了路段 他往哈林工作站 所以他已經很明顯的違反 我們華連線登山自治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 其中一個六十七年 家裡的山里的南省 有幾個月為幾八線的紀錄 他還差一點點在那二零一七年 只做華連管政府公國 第三組在調理之後 頭一個去用財法的頂山客 不過那時候因為公國 雖然沒有完整 所以不給出婚 想不到現在又有幾 針對累犯的部分 我們是會依次加重 我們是由六千塊開始 然後我們最高的財法 進得到三萬塊 當事人已經違反到 我們最高財法的額度的話 我們耳後就會依最高的額度 來做一個財法 華連管頂山自治管理條例 是在日空一七年到過分公佈 如果沒有申請入山證 沒有請專業的鄉島 頭頭的經歸路線的頂山客 都會去向財法 小峰教教教說 會跟新稱入山定義的單位 新像林務教 才是國家公公不願意 占對圍規定三家的新稱入山的定義 討論利用無許遵 才是天款的方式 來講解救援的成本 還有散然發生的機會 在這兒總好不得